你不想赚钱 你也不能那么不负责地 让我们套牢吧 我不负责任 我让你们套牢 现在股市就是这么个状况 我的股票全在里面套着呢 再说了 你说玩 你这是玩的心态吗 你这是玩的心态吗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玩啊 现在股票还在 我们就慢慢地玩 慢慢地等经济好转了 早晚有一天会回升的 我们 我们可以放长线啊 当初牛市的时候 你们欢呼雀跃 说我这个行那个行 现在股票被套牢了 你们就来跟我我要钱 如果你们不是为了屠材的话 你们完全可以不让我操盘啊 那有那么多寻人家长 跟我也没有股票的关系 说实在的 当初给你钱 不是没有赚钱的意图 另外 我是 有点讨好你的意思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跟你学情 我们就是希望他将来 能借助你的关系 上艺术元校 我就想 我们能有这种合作 你呢 来帮我们操作 然后你还可以得到回报 你也能赚钱 我们也能赚钱 在孩子方面呢 你也能使上劲 这不挺好的吗 可是没想到 会变成这样 这不就对了 你们不还是有企图吗 你们想让这二十万 变成三十万四十万 现在套牢了 你们就来逼债 还不让孩子来学钱 到处跟其他家长说这些事 我还没找你呢 我为什么不见你 我不是躲着你 如果我不是傅吉平 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那我们就见了面对着骂 就因为我还是个老师 我还算是有一定的修养 所以面对你的骚扰 我只能回避 咱们的股票现在都在里面套着 你别人来 就是想让你知道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见 谢谢啊 这个就是了可能 你看这楼那色 你看就是幼儿园 是了 是了 你看你的滑梯 想把那啥的 哎呀 这以后咱就上这里玩来了 哦 好不好 天使幼儿园 以后啊 我们乐乐就成了小天使喽 走吧 看看 好看不好看 小动物 小云彩 走吧 这手都文明单位呢 肯定的不错 好了 来 您好啊 来 假如有一个小天使来到你家 他不会说你听得懂的任何一种语言 也不会按你的指令做出种种动作和表情 只是需要你的帮助和关照 你会怎么对他 这说的就咱乐乐呀 乐乐真正想解释啊 咱们来对地方 我们天使幼儿园 是根据自闭症儿童而建立的康复中心 配合清醒教学 电脑教学 游戏 美劳 小组课 大组课 各种教学形式 使孩子在模仿 知觉 手眼协调 政治理解 各方面有很好的提高 明白了 那入托怎么办呢 大哥 苗苗 苗老师 你们认识呀 我大哥 那你介绍一下 行行行 麻烦您了啊 好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在这儿啊 你好 你看什么 手都处处有亲人 我弟妹 苗苗 你好 你好 孩子妈 美好 你们是说这个小朋友入托是吧 嗯 来 过来呀 老师看看 快 告诉老师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乐乐 乐乐 乐乐真乖呀 走吧 大哥 我带你去找园长去 哎 那个 啊 你说当幼师 你就在这儿当幼师啊 对呀 嗯 我在这儿当老师的 那我回来这个事 别跟你老四叔 哦 好的 嗯 我不想让哥儿几个指导 嗯 你以为啥呢 他们就指导吧 我知道了大哥 你放心吧 我来 嗯 走吧 走 美好 走吧 走了 可以 可以把乳脱 哎呀 哎呀 太谢谢了 无论是冲苗默 还要冲我这个大牌子 园长太给面子了 激功 嘿嘿 呦呦呦呦 没那么严重 我们园呀是走足的 中午晚上呢都供饭 呃院里面呢 还发放一些服装给孩子 呃 托费呢每个月是三千块钱 哦 三千 啊 那行 那那 那 你出去参观参观吧 哦 啊 行 你先带他们去看看 熟悉熟悉环境 好的 嗯 咱们这个这个托费是怎么个交法呢 哦 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办手续 现在交费 明天孩子就可以入托 哦 呃 一看 肯定就是 已经负起恩爱了是吧 对 你这样啊 我 我有个小小的祝愿 这是一阵鸳鸯 我就祝园长你们两口子 鸳鸯细水 北投投楼 好不好 不行不行 这个绝对不行 李老师 我带他去那边玩一会儿吧 啊 跟李老师去玩一会儿 走吧 他真可爱 美好 你跟我大哥是怎么认识的 哦 我带孩子去盛城看病 后来病没看好 钱也花光了 我去寻短见 被你大哥给救了 后来还收我当了徒弟 哎呀 你们太浪漫了 真传奇 那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 后来就 来了北京 以后乐乐入托了 咱们就熟了 以后咱们多聊聊好吗 走 我带你看看去 小朋友们 叫妈妈 妈 妈 这是一对一的训练 以前 他们连妈妈都认不出来 也不会叫人 现在都好多了 其实他就是个妒忌 你呢嘛 值不了多少钱 哎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托费 价位有点高 不是不是 那绝对不是 你就这么好的条件 说心里话的价位 特别合理 就我 我 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就是说 咱们这个 交托贿的方式 咱们能不能就是 照顾照顾 对对对对 照顾照顾照顾 你说怎么照顾 哎 咱们来个按揭呢 我我先交一部分首付 完了分阶段再交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算一个阶段 嗯 一天呢 就是一天交一百 一个月 三千 我们这收费啊 都是非常正规的 这个肯定不行 等等等等 是 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哎 你说要是下打租 这方法怎么样呢 什么下打租 啊就是 就是就是一般交什么 交什么费用啊 按上打租下打租吗 就上打租就是先交 下打租就是一个月之后 完了再交 你看行不行 照我说啊实在不行 你还是想苗苗心里的眼上吧 不行不行不行 我为什么让他们出去了呢 我就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咱俩的事咱俩老 你这样 我呀 我我是高养生的 嗯 这是我的名片 是吧 我的福吉祥 哎 我一看园长 你这个气色呀 就就感觉到 肯定是个日理万机 就是非常劳累的一个 知性女人 你这样 你可以不要这个鸳鸯洗水 我给你来一个鸳鸳洗水 什么 就是用鸳鸳的包糖 专门补你们这些实义上的女性的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运动设施 主要啊 就是训练孩子的运动系统 让他们动作协调的 嗯 这个是我们的寝室 这个 手工室 还有上面是我们的电脑室 这么多项目 真先进 没有这么多项目 这个效果就很难看出来 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一部分 我们最重要的还是 训练孩子的亲情教育 到时候你们爸爸妈妈的作用 可就大了去了 我们的教育目的啊 就是能让孩子 他健康的回到家里 和亲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你想啊 这个你们家长的配合 对孩子的这个 情感的认识提高 是特别有作用的 老师 我想问一下 经过在这幼儿园里的 康复训练 孩子真能有变化吗 当然能啦 毛毛的家长 来 把毛毛带过来 毛毛 喵喵老师好 你好 他是谁啊 妈妈 妈妈 老师给你做个测试好不好 好 这个是什么呀 袜子 这个呢 镜子 非常好 你都答对了 去吧 和妈妈玩去吧 跟老师再见 再见 你看这孩子以前 连妈妈都不会叫 看来乐乐也有希望了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的 好了 明天孩子就可以来了 哎 太感谢了 院长那个 我那个名片呢 手写那个电号码 就是我在北京的小灵堂 需要个足疗啊 按摩啊 护理啊 你就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朝之即来 回之即去 谢谢谢谢 明天早上少吃点东西 我把那个就是安春细水啊 给你送过来 好不好 别别别您千万别的 一定一定一定 不不不 已经非常感谢了啊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行了回去吧 行啊 那明儿见了啊 我就不送了 再见美好 再见啊 好吧去吧 快去吧 赶紧再见 我替你再见 走吧走吧 大哥啊 好吧 好嘞 来 上马 哈哈 有一个 美丽的小帅哥 他的名字 叫做乐乐 他有双 温柔的眼睛 他瞧瞧 偷走我的心 乐乐呀 你可知道我爱你 我要把你送到天使用园区 园长 园长 我大哥刚才跟您说什么呢 没什么没什么 没事你告诉我吧 他一定是有什么困难 他手头没有托费 跟我商量晚交一段时间 我一猜就是这事 我先给他垫上吧 我都答应他了 没关系 我们都不说 到时候他交上了 您再还给我吗 那也行 这回咱们这个计划呀 你改变了 你也别回老家了 你也别回老家了 我也不回顺城了 旅馆也不住了 没家的感觉 渡过小房 咸牙蛋一烟 小日子一过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给我儿子看病 看我儿子长大 行了 去寻找幸福 来 下男的了 断练断练 不能帅气 我儿子 谁 一个大事 我儿子 落着 我儿子 再睡了 我儿子 放几度 只愿你的脸上春风长驻 老公 回来了 大白天在家喝了闷酒吗 怎么了 没事 我每次都把这包乱掉 怎么了你这是 没事 你有事没事我还看不出来呀 脸拉那么老长 怎么了 人家把角色给你换了 换就换了呗 反正你也跟我说那戏也没什么艺术性 咱不演也罢 妈 这些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搞艺术的 到头来才知道自己实际上一直被艺术搞 其实今天我到组里啊 我就有预感的角色我保不住了 但是我晚晚没想到换的居然是她 换谁啊 就一开始我拿剑把人射死那人 现在换人家把我射死了 不是你说 她是那块料吗 她那形象 她那个头 她到我哪儿才 她整个人一老天爱怎么磕着怎么设议的 整个人一进金结婚产物 换她 行了啊 别再扭脚尖了 咱们当初也是因为散住才上的吗 这是你没搞上去 人家冲上去了呗 你说你都了解实质 你犯得着为这表面东西生气吗 不是 别气的 我也看明白了 就这一圈啊 就是一纯工业 商业 在现实 其实我这么拍戏啊 怎么拼命啊 我其实就是想让你过着点好日子 那我知道 我特别理解我老公 我给你说一件事啊 什么事啊 我今天看见大哥了 他没离开北京 大哥 在哪儿呢 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 不可能 大哥还就是在北京 他不告诉我 也隆没他告诉你啊 他是没有告诉我 但是我们俩非常有缘 我今天在大街上碰见他了 他过得挺好的 他干嘛呢他 我就不告诉你 好了 我做饭去了啊 不是 你真的假的 你就放心吧 他特别好 老四啊 什么事啊 咱给我告完一秘密啊 我就没跟老二跟小五说 大哥没走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一会儿瞧后脚 今儿苗苗在大街上碰着大哥了 我知道大哥没走 你知道了 前天晚上啊 在我们家住的 嗯 不是怎么回事呢 这这这事 这事儿老二跟老五也知道 啊 都只 合着就 把我依然蒙鼓励呢 现在 你这不也知道了吗 哎呦 什么 乱七八糟的 怎么回事大哥 这是干嘛呀 一会儿走啊 一会儿来的 你先料了啊 我接个电话 喂 老四啊 大哥 刚才老四打电话说 苗苗在街上看到大哥了 怎么回事啊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 要不这样嘛 我再问问 王老师我再给你打过去 好吗 算了 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你们啊都到我家来吧 正好我想跟你们谈谈大哥的事 你告诉老四 叫我 好吧 都过来啊 好嘞 来来来来 快上来 大哥来了以后 咱四个人还是第一次凑在一块儿 最近家里出了点事 本来不想告诉你们 可是这件事呢 跟咱大哥有关系 咱也都是一家人 我就不瞒你们了 什么事啊 楼底下不是放了一排酒吗 丢了 丢了 哎 那放在家里怎么能丢啊 是啊 被人拿走了 谁啊 是大哥 不可能 大哥怎么拿你酒呢 你们看看这个监控录像就知道了 来 哎呀 不久之前来啊 儿子里就能在首都吃爸爸烟 先鸭蛋了 对了 好 免贴了啊 咱明天还要上幼儿园呢 早点睡觉 哎呀 好孩子 锅里头包子安顺 人睡之前你关了啊 嗯 明天给园长送过就行了 好 对了师傅 嗯 后来那个托儿肺的事情怎么办的 要是有时候啊 我都觉着我这个公关能力啊 精神 就你除去的工夫 我888跟园长一交流 最后园长给的话是 脱费问题 你说咋办就咋办 那怎么办的 咱说咋办就咋办的 咱们说怎么办 那咱 这汤 师傅 我有手有脚的 我也想找份工作 我不能什么事全都指望你一个人 我说咱们哪 还真得分工你一下 过去不讲究那个安居乐业吗 你呀以后就负责安居 我负责乐业 啊 我负责安居 为什么呀大哥这样 原来咱们在顺程的时候多苦啊 大哥也没这样过 小时候大哥做过我一次 就因为我偷人家废铁 不过这事我分析了 大哥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二哥 是不是说大哥从你这把酒拿走了 被你发现以后觉得不好意思才走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那葛他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他为的是一个女人 女人 就是我们在顺城大哥家里见过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现在来北京了 他的孩子有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大哥一定是偷偷把酒卖了 然后拿着卖酒的钱 去给那个女人的孩子看病 大哥为什么给那个女人的孩子看病 很简单 首先他喜欢那个女人 他也需要这个女人 我觉得原来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 以为大哥在北京来了以后 好吃好喝好住好玩也就很幸福了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大嫂 也就是说大哥应该在北京安一个家 有道理 大哥是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那你们的意思是让大哥和这个女人撑个家 那当然不是这个女人 我们把大哥接到北京来 是想让大哥在精神上跟北京接轨 但是这个女人呢 是个累赘 所以肯定不是她 诶 这样行不行 咱们让大哥跟以前的大嫂那个复婚 咱们把那个大嫂接到北京来行不行 你拿到我 俩人离都离十年了 大哥也没提过她一直 诶 不过大哥一直也没骂过她 大哥跟大嫂离婚啊 肯定是有隐情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大哥到早要复婚是不可能的 二哥你就直说吧 你说大哥和什么样的女人适合 我觉得有一个女人比较合适 谁啊 新闻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啊 你说说 说说你们的想法 不是二哥 你开玩笑的吧 这 这大哥跟新闻 这 这两人半岁就不搭搭呀 既然我敢这么想 就这么小的道理 你说说 你们看啊 你们别以为新闻是高高在上的 其实呢 她在感情上空得很 年纪一大把了 至今在感情上还没个着路 没有归属 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地把大哥介绍给她 那她在公司的事 不就成了自己家里的事了吗 她在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 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们想想 别 别说啊 这二哥说的也不是不靠谱 他们的年龄倒是挺般配的 可是这个新闻 毕竟是北京的高级白领啊 高什么级白什么领 咱们二三四五凑一块 给大哥加分 我就不信搞不定了 其实大哥不需要加分 我会想办法慢慢让他接受大哥 没事不着急 咱们慢慢来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要想办法搭建一个 大哥跟他在一起的平台 有平台有什么用啊 人没了 人没了 有点假的样 我们再来按下入睡 我也该打得回府来 你晚上到哪儿去住啊 上我们家老三那儿 那个 你这么晚走 明天得多早就起床呀 没事 我最能起早了 要不 要不 你今天晚上在这儿找个地方 住一晚上 省得来回跑 也行 北京道太多了 来回那两三个小时 我给老三打个电话 老三 大哥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住了 他说他不回来了 你赶紧问他在哪儿啊 大哥 你在哪儿呢 我呀 反正离你的城远的 那我就这么地 在哪儿呢 这 赶紧再播一下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找了微信的转换关系 关机了 这 这就不知道在哪儿啊 怎么还搞关机了呢 怎么现在只有等待了 等待他出现了 对了 你等会儿 你干等也不是事儿啊 你怎么回事呢 大哥该关机了呢 对了三哥 你刚才留住他呀 好不容易打一电话 我怎么能留住他呀 这事可我没说完他就关机了 我能控制住他呀 你看这 不珍惜机会 好不容易打一电话 你怎么呢 大伙 老四 这是大哥 留给你们的五股杂粮 解压袋 他说让你们 好好养养身体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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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你妈 上了 我们 不 过来 来 哎 师父 要不 你今天就在大床上睡吧 啊 就是在 这上床上睡 你什么意思 师父 你对我跟乐乐的大恩大德 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我们欠你的太多了 可是我一个女人 我没有什么能回报你的 我明明问你什么意思 我 要是你想的话 我们今天晚上 你什么意思 你说磕着我吗 这不是 我 我不是那么想的 那我是这么想的 我在顺城 我哭插家务 掉冰空里头 我就为了上大床睡 我跟经理撒谎撩片的说咱俩有什么关系 我就为了上大床 你们走了 我追 我上火车站追你们 我要领你们上医院 完了又出租 又又又又是什么咸牙蛋 又什么的 我就为了假公契司 我受乐了是干儿子 我是成人之威呗 挺高尚的事 你可整英雄组了 你要这样的话 我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说实在的 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像个大气球 哭吱吱吱吱吱吱 一直给自己打气 我觉得老充实了 老有意义了 结果你这个念头 就像一把利剑 直插我这个气球 噗哧 撒气了 师父 你先先别掉事了 明天你领了乐乐 自己上班员 你这不磕着人 你问你什么事 把我想成什么人 北京人讲话了 哎呦喂 也可以理解 面对我这么一个 有魅力的男人 可以理解 Unterschied 分别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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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我去吃 我去吃 你干嘛去了大半夜才回来呀 在老二那儿谈点大哥的事 你大哥也真是的 这不回来也不打声招呼 我一直都给他留着门 我都快十二点了才睡 大哥不回来啊 跟我说 是我帮我告诉你了 媛媛 今天作业错了一大半 气我个半死 再加上你这么一折腾 这明一天呢 我脑袋都得嗡嗡的 都怪我 别生气啊 都是你们老夫妻人干的事 行了 谁呀 去 开门去 大哥 快进来 那咬了 哥 你怎么又回来了 情况有点变化 睡了吧都 没事 快进 回来好 我就希望你回来 影响你们正常的 没事 来 哥 吃饭没有 妥妥的来 你赶紧休息 我呢就在那沙发上 一睡 不不 就行 那不行 你还像前天一样 中圆圆队伍 不是 不是 让孩子都睡 我这话 大哥回来了 怎么还不睡啊 大哥要睡沙发 阿萨你知道那能行吗 那哪睡觉的地方啊 我 哎 要不让元婶给我们一屋睡吧 对对对 走 先弄定 快把孩子弄过来来 孩子 睡一了 走了 元婶来 快 干嘛上那屋子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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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你赶紧睡吧 哎 走走走 哎呀 就住这屋 听我的歌 我说你没事啊 哎呀 哎呀 你闭着眼 你赶紧睡 我睡 你们大人旁边有压力 你小小人 你哪来的压力啊 就是有压力 我就是放松不下来 是不是我给点劲 你就放松下来了 快睡 你干嘛去 你们先睡 等睡着了 我再回 好 哦 大哥 睡了吗